在里昂圣约翰大教堂的正面 大型的霓虹灯光搭配冬日旋律 光影交错 流光溢彩 这个灯光艺术作品的主题是团结 众多图像组合分解成不同画面 在音乐和灯光的映衬下 表现集体的力量 这是一个计划的计划 除了圣约翰大教堂展示的巨幅作品 里昂著名的白莱果广场 也披上了绚丽的外衣 闪闪发亮的摩天轮 霓虹灯的花朵 威武的路易十四起码塑像 吸引民众足足观看 掏出手机拍照 这些灯光设计有50多名设计师合作而成 他们利用3D镭射灯光 结合声音 光影效果 照亮了里昂市中心和周边40多个大小景点 法国利昂灯光节通常举办4天 2015年 由于恐怖袭击影响 灯光节取消 去年的灯光节进行了3天 今年将恢复持续4天的传统 业绩吸引超过300万民众和游客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